画家唐伯虎说,傍水衣衫结草炉,案头常住活人书。 古往今来,人们对衣衫傍水的房子特别青睐,认为这是最好的风水,随着时代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定居,在农村也有很多村庄,采用集中建房,都用上了自来水,房子的风水好不好,更取决于人的决定,排除迷信的因素。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房子看出他的命运好坏,一个人的房子,房里的家具,衣服,书,亲戚朋友,都是他自身的表现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,租房。 建人品,租房,其实是房东和租客之间的一次交易,也是社交的一部分,有一段时间,提灯定损四个字,被大家热议,一个房东,在租客退房的时候,提着灯,寻找房子的瑕疵,然后一次次让租客赔偿,租客对此有意见,于是两者就闹起来了,沸沸扬扬的。 最后,房东的恶行,被大家不耻,房东的命运,也因此进入低谷,古人说,宇德比林,道不孤。 不管是房东还是租客,是特别的邻居,客客气气的,有话好好说,那就是彼此结缘,也能彼此携手前行。 我居住的小区里,刘阿姨把房子租出去了,租客家的儿媳生了孩子,刘阿姨马上来随理,就像走亲戚一样,租客离开多年,还记得刘阿姨的好, 也从老家游寄了卷兵等特产给刘阿姨,命好的人,会做人,也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,一来二去,大家都能改变现状,就算你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,只要人品好,就不会过流浪生活,甚至有人把房子免费给你住几天,建房,建家境,北宋的苏氏,有几次建房的经历,他在杭州做太守时,当地闹饥谎和瘟疫,看着一大批可怜人。 他立马带头捐款,修建了安乐坊,一大批穷苦人,住在房子里,得到了救助,后来,朝廷对苏氏的做法点赞,也拨付了一定的资金,苏氏欣慰地写道,去年春,杭之民病,得此要权活者,不可胜数。 他被贬黄粥的时候,一家人开始借助在寺院里,后来自己动手,修建了房子,因为房子在东面的坡上,因此他给自己一个好东坡居士,入住的那几天,苏氏特别开心,说,有五五间,果菜十数旗,桑百余本,身耕凄惨,了以足岁也。 人在富有的时候,能够帮别人建房,这是祭天下的美德,在穷苦的时候,自力更生,这是崛起的开始,都是命好的体现,还有,房子修建在什么位置,是郊区,还是城市中间,还是山嘎拉,也体现了家庭的境况,只要修建房子,可以让大家变得更好,促进产业发展,和周围的人关系变好,那就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,买房,建实力。 人生中,买房是一件大事,通常,儿女结婚,老人养老,年轻人要送孩子读书等情况下,我们会买房,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,如何才能买房? 也许要掏空一家人的钱包,见证家人的实力,轻轻松松买房的人,肯定会命好,也不要承担太多的房贷压力,若是随便买几套房,那就更好了。 在北宋时,欧阳修作为名人,做官多年,也没有买房,一直到42岁,才在影州买了一套二手房,苏寻在京城买房了,但是他一直欠房贷,主要是兄弟之间的借款。 苏寻过世后,儿子苏哲苏氏承担了房贷,也体现了一家人其乐融融,一个人住的房子,若是自己买下来的,就说明了钱财的多少,也能知道他耗费多少年。 存钱买房,有哪个家人在帮忙,一起买房,反过来看,一个好端端家,有房子,但是因为负债累累,不得不卖掉房子,这就命苦了,也许后半生都居无定所了吧,装房,建亲情,房子有了,就要装修了,如何装修呢? 每个家人都有自己的主张,尤其是房屋的男女主人,因此还能争吵起来,对于命好的人来说,不是固执己见,而是考虑到家人的情况,有更多的共情力,把房子装修得更有温度,那么一家人更加和睦,能够发展更顺,我的一个阿姨,身高一米五都不到。 在装修房子的时候,也是一副作主,当我们推开门,看到厨房里有比较矮的洗漱台,卫生间有矮一点的镜子,顿时明白,阿姨是命好的人,欲对人了,我们进一步观察,发现房子里有书桌,给孩子用的读书灯,这是对下一代的关爱,圣经中有一句话,宁可往房顶的脚上,也不可在宽敞的房子与泼妇同住。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,能够照顾到对方的感受,子孙和老父母的生活习惯,那就是真心的爱,爱人者,人恒爱之,家庭和睦了,就没有命不好的说法。 需要说明的是,命运好不好,不是单纯看房子多大,有几套房,还得看房子的布局,房子里的人如何相处,一家人和外人如何相处,房子会不会促进事业发展,好房子,有结实的房梁,好人家,有结实几梁。 如果你要自己变成命好的人,那就坚持做家庭的顶梁柱,努力工作,爱家人,帮助周围的人,当你富起来之后,照顾穷一点的亲戚朋友,帮助他们买房建房,若是你房子有多,出租的时候,格局大一点,对人真诚一点,这样,命运会更上一层楼,把房子的事情搞好了。 接下来,你就开开心心赚大钱,平平安安回家休息,子子孙孙也能过得安宁,人最好的风水,在新房,也在新房,房很干净,财运不断,古人云,财不入屋门。 在我的老家,到了过年,家家户户都清扫房间,因为怕穷神闯进来,穷神就喜欢那些邋遢的地方,看到谁家没有喜气洋洋的福字,就赖着不走,我们还知道一句俗语,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。 你和家人都希望赚大钱,但是家里脏万差,钱也不想来做客,作为山里人,这些年,搞起来农加油。 尤其的夏天,城里人就喜欢到山里避暑,有的村民喜气洋洋的说,一个夏天,可以赚四五万,比打工强多了。 奇怪的是,村里的小张,愁眉苦脸,他一个暑假,赚不到一万,并且有的客人来了,骂骂咧咧地离开,经过观察,才知道小张的媳妇很不讲究,做饭毛毛躁躁,常常有野草夹杂在青菜萝卜里,他家门口,养了鸡,呀,但是粪便长期不清理,屋后的树林很深,也没有去除杂草,导致蚊虫乱飞,这样差的环境。 要让客人长期住宿,肯定是行不通的,当然,除了房子,以及房子周围的环境布局,我们还要注重人情的布局,就像村上春树说的,对相爱的人来说,对方的心,才是最好的房子。 把内心的杂念清扫干净,对待客人很有礼貌,不揭露客人的小错误,不计较人与人的小矛盾,这样做,和外人相处会融洽,在家里,家人的言语干净,能好好沟通,就可以消除很多内耗, 尤其是在家财分配上,不要有私心,不要暗中算计,家人就会有赚钱的合力,没有外表矛盾,也没有内耗,房子周围很美,对于财富的吸引力。 自然就强了,房外热闹,蒸蒸日上,古人云,门前冷落安玛西。 我们也常常用门可罗雀来形容生意很差,房子在冷冷清清的地方,要赚钱是很难的,就是要社交也难,尤其是门面,位置真的很重要,认真琢磨一下,比位置更重要的是,如何做人? 郑广贤文中说,富在深山有远亲,穷在闹市无人问,做一个富贵的人,愿意让别人致富的人,就是在深山,也会带来好运,比方说,一些养殖户,家在深山,但是生意做到了大城市,把房子变得和气一些。 和周围的人关系好一些,家人出门,就很容易遇到贵人,正所谓,项羽临见好,犹如一片宝,看看北宋宰相王安石的家,我们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一直名气很大了。 他在京城的时候,门口常常有官员拜访,也不论官职大小,都会热情待客,他隐居到江宁,门口也没有围墙,村民都能自由出入,他还和村里的老人下棋,没有架子,再看看春秋时的子汉,他的邻居是一个鞋匠, 官员们都认为,让邻居搬家,子汉就有了院落,但是子汉却说,人家三代在此作协,一旦搬走,顾客就找不到了,生意就难了,怎么能够因为我的私心,让别人活得痛苦呢? 还有齐国的燕子,住在市场边上,也不嫌弃吵闹,而是以此为机会,知道市场行情的变化,知道老百姓的疾苦,房子的周围,热热闹闹的,人气很旺盛,那就不愁家业不发展,一家人都被邻居讨厌, 那就家业一筹莫展了,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!